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一声夫君 嗓音柔软 仿佛带着软入心田的温暖 不过那稍有些迷茫的状态过得不久便急退去了 他举起手 揉着脸摇了摇头 随后拿起桌边的火折子 光芒在窗间亮了几次 再度点燃了房间里的油灯 宁毅撇撇嘴 那边也不好意思地笑笑 啊 就快处理完了 有点累 他摇了摇脑袋 已经有些散乱的发壁 随后双手交叠在桌子上 仰起头笑着望着宁毅 过得片刻宁毅转身离开 窗口中的女子身影又忙碌起来 待到灯光终于熄灭 也已经到了半个多时辰以后了 这一天是景汉八年的七月十一 第二天去到书院里 苏仲勘 苏崇华 以及她的几名书院老师开了个会 当然也叫上了宁毅与李贫 主要是因为外面的形势开始变得有些紧张 书院也已经准备暂时关闭了 在书院里学习的这帮孩子 一般都与苏家有着亲戚关系 这个时候若是家在城外的 大弟都已经与他们的父母入了城 安排在苏府住下 闭城门之后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城外相对乱了一些 城内其实也不怎么好受 不可能各种生活还一切如常 例如秦老 早两天就已经收了旗摊 不再出去摆了 书院里此时也已经知道了李贫将要赴京的事情 本决定水灾之后方走 会多待在这里交一个月 但眼下既然书院要暂时关闭 这一个多月大抵不会在书院见到了 中午时分由苏仲勘坐东 在书院附近最好的酒楼上摆下了宴席 以坐送别 从李贫进入玉山书院开始 苏崇华等人便知道他不可能在这小书院长久交下去 不过记着李贫的名气 玉山书院自然也可以提提身家 此次离开 一些知道内情之人大抵也明白他要去当官了 苏仲勘毫不吝啬地送上大笔薪金与盘缠 又说上不少好话 筑起一路顺风飞黄腾达 德心与立衡乃是我玉山书院最出色的两人 活得皆已老朽 无甚大用了 倒是立衡这性子太过清淡 令人扼问 当多向德心学习 德心人情恋达 方氏将来做大事之人应有之修养 九宴之上其余的都是中年老年人 免不了将宁义与李贫一块拿上来说说 事实上如今两人都被人认为是江宁顶尖的才子 但宁义的情况就比较极端 听说他名气的一部分人将他认为是江宁第一才子 他一出现 旁人连诗词下笔都有些犹豫 可他不参与诗汇应酬 不与众多文人来往 又顶个坠絮的头衔 他有这等才气 却实在是看不出他想要些什么 如今也只得认为他性情古怪 私下里认为他孤名钓鱼者有之 认为他乃鬼才者也有之 但跟李贫曹冠这些人的名气总是不太一样 苏崇华说这番话是以长辈身份 宁义也只得笑笑 山长莫要挖苦我了 李贫笑道 李恒为人处事 胜我颇多 是我该向李恒学习才对 我知你二人关系亲近 不过德心不用替李恒讲这好话 这城门一闭 也不知何时才能得开 德心至少还有粤鱼时间才走 总不好老是闷在家里 若去参加什么诗词歌会之时 德心尽管过来将李恒带上 李恒虽是舒适 但性子太闷了 总是不好的 要不这样 今晚我说文心等人在燕翠楼坐东 李恒德心同居 都是年轻人句一句 不要推辞了 家中晚辈都不成心 李恒德心便当时交交这帮兄弟辈 如何 李恒德心对这类事情本身就不介意 苏仲勘作为二叔开口 宁义一时间字也不好推辞 一时间只好答应下来 待到餐宴过后 夜行人下楼 苏仲勘走到宁义身边来 旁人在家中画什么大房二房三房 实际上皆都是无聊外人 看着热闹而已 其实都是一家人 哪有许多好分的 你那几个堂兄弟不争气 若真让他们结了家业 迟早也得败个精光 贪而伤财不让须眉 将来他若结苏家 反倒是最好的一件事 可惜他终究是女儿之身 有时候难免事单内姑 最近城内城外形势紧张 他那性子也有些势必公亲了 最近见面 看得出来谭儿总有些劳累 你是他夫君 当多看顾灵犀他一些 劝他适当放松心情 天下生意 不是一时可以做得完的 苏仲勘言辞恳切 宁毅也恭敬地点头应试 苏家第三代除苏谭儿之外 无甚可取之辈 但第二代可不是这样 苏伯庸 苏仲勘 苏仲勘各有本领 如今苏家大局 还是由他们在掌握 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 只凭这段话 便能知道苏仲勘这人 确实不简单 一路回家 这个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 穿过外庭内院 由于最近安排了许多亲戚 住到苏家这边来 外面稍稍有些喧闹 回到居住的院落时 那些喧闹声便小了起来 阳光透过高高的树煞 洒进有些寂静的庭院里 似乎没有人 缠儿 娟儿 姓儿都不在 也不知道是随着缠儿出门了 还是去处理那些 跟大房经济有关的事情 苏谭儿那边的房间的窗户开着 宁毅走过去时 看见她趴在桌子上睡觉 与昨晚的情况差不多 今天恐怕是武剑处理了些事情 然后睡着了 吹过庭院的风 将女子的发丝浮动起来 她既然在睡 宁毅也就不打算打扰她 静止回去房间看了火书 缠鸣声中又起身去旁边烧水的小厨房看了看 生火烧水准备洗个澡 这年月里洗澡其实是件麻烦事 每次洗澡要将那只玉桶倒满 总是得来来去去许多次 蛮费事的 洗完之后 要将玉桶里的水倒掉就更费事了 玉桶里有一个除水的大缸 不过今天水用完了 只得去隔了一间房的小厨房提过来 热水也从那边提 若是冬天玉桶下 也可以生活保持水温 不过夏季和初秋基本不这样弄 她竟来力气渐掌 这等简单劳动根本连汉都不出 提进提出的也颇有成就感 大概掺了些热水 倒满了大半桶之后 院子里还是静悄悄的 喧闹得人生远得不似真实 初秋的下午在距离曾经的 那个年代一千年的古代世界里 一个人做着这样的事情 感觉倒也真是蛮奇妙的 许多东西都没有 不过至少有了武功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族 往水缸里打水的时候 她感受着身体里蓄积的力量 想了想在这样的下午 那三个丫鬟又在各自忙碌着 怎样的事情 随后提了两只水桶 转过走廊一路去到浴室外间 随后掀开帘子进入里面 走了两步 这才看清楚站在浴桶前的那道身影 青色的外衣与长裙 已经搭在了旁边挂衣服的架子上 女子穿着红色的肚兜 与白色的薄绸裤 身材厄娜 白皙光洁的裸背正对着宁义这边 鞋袜也已经脱在了一边的地上 她伸手拔掉了头上的几根簪子 一头长发如云铺般的披散而下 随着她摇头的动作而晃动着 宁义注意到这光景时 女子也已经回过头来 双手捧在脸颊上 几根手指渗入了一头乌黑的发丝里 目光中有些刚刚醒来的迷惑 苏坦儿的迷惑起来有此 中午的时候在家中处理些事情 由于昨晚睡得晚 这几天睡眠质量也不好 正午的气温偏高 院子里又安静 她便有些犯困了 趴在桌上想打个盹 外面零零碎碎有些声音 使娟儿在搞卫生什么的 擦着一些瓷器、茶具、桌椅板凳 于是她下意识地吩咐娟儿烧点热水洗澡 这时候本身体一时就模糊 然后没撑住就睡着了 娟儿听了吩咐 兴冲冲地跑去烧水 待到一切准备好 跑去喊人的时候 小姐已经睡着了 娟儿是知道她这几天的辛苦的 心想着睡觉最重要 于是继续搞卫生 搞完卫生 自己也出了一身汗 小姐睡得沉 水快冷了 她就干脆自己去洗了澡 随后有人过来找苏坦儿 她便跟着出去处理事情 宁一回来 见到浴室里的水缸没水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苏坦儿方才醒过来 一时间分不清时间 迷迷糊糊往这边过来 她都不确定 自己有没有说过要洗澡 看见水已经好了 这才拉回了认知 正脱了衣裙 回头看见自家相公 在后面提着两个水桶 微微皱起眉头 宁一也是有些疑惑的 但她反应过来快得多 此时略响了响 水桶放下 默默地转身出去 还没出了帘子 后方 的惊呼了一声 砰的一下 苏坦儿掉进了 已经有大半桶水的浴桶里 显然方才也的确是被吓了一跳 被吓到的时候不会喊出来 这个也不知道 该说是有自制力呢 还是该说性情被压抑的有些古怪 宁一回头看一眼 心头叹了口气 随后拉起旁边的一块浴巾走了过去 伸手将苏坦儿从浴桶里抱了出来 用浴巾裹住了上半身 随后扶着她到旁边坐下 靠在宁一的怀里 苏坦儿一时间不断咳嗽着 宁一隔着浴巾拍拍她的后背 叹了口气 如果在自家浴桶里被淹死了 传出去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 嗯 苏塔尔的身体颤抖着 乃然而艰难地笑了出来 一时间 咳嗽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G58雅居 后期制作G58以类